PC入坑大挑戰 拉近你我的距離 烈行星出逃 DJ上線 倾聽你們的故事 我的心 FM 汪汪電台 開始囉 好 我是今天你們的DJ 好男人就是我 我就是 王爺 今天呢 大家都看過海報了對不對 我也說過 今天咱們不搞笑 咱們走心 所以說話不多說 我們正如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呢 是最令你難忘的瞬間 那我說句題外話 其實呢我覺得 這麼一個 可視電台的項目非常好 因為 我和大家們的聊天機會 也沒有其實 所以說我希望通過今天呢 以這樣的形式 我們坐下來 以一個朋友的姿態 去好好聆聽一下對方的故事 聆聽對方的心 大家呢也不要有什麼壓力 可能看這個可視電台呢 你可以在地鐵上看 可以在吃飯的時候看 可以在睡覺前看 也可以在工作之餘時看 反正呢 就一個輕鬆的狀態去看就行了 OK 我們的汪汪可視電台呢 是通過每一位我們 Project C的練習生來做DJ 圍繞著指定的主題 和大家聊一聊我們的經歷和看法 以及接受大家的提問和故事 在本期可視電台的尾聲 會預告下一期的DJ 以及這位DJ選擇的話題 大家可以把你們的故事和問題 發送到Project C的郵箱 具體的方式會在我們微博公佈的 今天的主題是 最令你難忘的瞬間 我說句題外好不好 其實我覺得 以這樣一個形式這樣的項目來 和大家聊天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為其實和粉絲朋友們 也沒有太多的機會能真正的去聊天 所以說我希望今天呢 我們能坐下來 好好的去傾聽對方的心 去聽對方講故事 就一個朋友的姿態就行 然後呢我覺得這個電台呢 你可以在吃飯的時候看 在工作之餘看 也可以在地鐵上看都可以 反正靜下心來 在這個浮躁的社會裡面 安逸分心 所以說OK 那麼關於第一個環節 本DJ的最難忘的瞬間 我們希望你音樂啊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 就想最難忘的瞬間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選擇焦慮症 其實呢 我當時選擇這個主題之後 我也想了很久 到底我最難忘的瞬間是什麼時候呢 然後呢我想 明思苦想之後 深思熟慮之後 我選擇兩個吧 第一個最難忘的瞬間 我覺得 我覺得 是 我不是17年去的韓國當練習生嘛 所以說從那時候開始 和家人就是聚首離都 這個難忘的瞬間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每次 在機場和爸媽分別的時候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不是那個國際出發嘛 然後我們會在那兒過安全 那個叫安檢吧 對安檢 然後呢 我的爸媽送到那個 檢票口 就不能再送了 然後就是我一個人 通過那條路去到安檢 然後我覺得 那個時候呢 我每次都想堅強的 不要哭 然後和爸媽笑著說再見 但是呢 其實 爸媽就在這兒 我就在這兒 每次見到他們的時候 就是笑嘻嘻嘻的 轉過頭之後 哎呀就開始不知道怎麼 就開始流眼淚了 包括很多次 每次都這樣 因為其實前幾次我會重慶 然後分別的時候 我也會這樣 就感覺 每次和父母待的時間 都沒有太長 每次 他都要哭了 你看 每次都想和在家裡面的時間 和爸媽待久一點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最讓我難過 最讓我難忘的時候 因為 其實我14歲離開家出去 我現在要不要小一點 啊 我每次14歲離開家出去 這幾年也是和爸媽見到的次數 真的很少很少了 每次我一回去 就想開開心心的陪爸媽多一點 是又有很多的另外的事情 比如說和同學出去和朋友出去玩 然後呢 和爸媽待的時間也沒有那麼長 就是我知道 以後肯定會更忙 以後肯定會有更多的時間 是在外地工作 也沒有時間去陪爸爸媽媽媽了 所以說 我覺得我也想給大家說一下 趁大家現在有更多時間的話 還是多陪下父母 下一個啊 下一個環節呢 就是我當練一生之後 因為 我其實在進JIP之前 我已經學舞蹈學很久了 然後呢我在我們工作室 也是那種比較 突出也是 我自認為跳舞比較好的那種 所以說 每次每次上舞台呢 我也是站四個月那種 從小呢我就把這種 優越感嘛 應該算是 就培養出來了 就覺得 我自己很厲害 我特別厲害的那種感覺 但是呢 當真正的階段 進到JIP之後 哇 看到了我的哥哥們 我的前輩 我的哥哥姐姐們 每一位唱跳 還有rap 實力都這麼強勁 然後我一個人 那是什麼鬼啊 當時候那個心裡面的落差 就非常的大 我想 哎 我過去幾年 是真的過了 經歷了什麼啊 我自己舞蹈跳成這個樣子 我以前還這麼沾沾自喜 人家各個姐姐們 每天在這每日每夜都練習 然後呢 我是一個什麼樣子 那時候呢 我就非常擔心自己會被淘汰 所以說 剛去的那兩個月啊 我真的 我不知道 我以前有沒有說過 就是 就是我進那個練習室 聞到那個練習室的氣流 我就覺得是緊張的 而且 我特別記得一次就是 我進JIP第二個月 第二個月的樂評 我要去攻克下一個 rap 是英文rap 當時呢 我自己的英文又是很差 啊 我每天練習練習練習 然後上課還是要被老師說 然後我們一起有五個人上課 那些老師就只來輔導我 因為其他哥哥都不用輔導 然後我自己包括英文發音 還有怎麼去唱rap 都需要都是一個白紙 需要來教我 然後當時就花我 花的很長時間 當時我 賊丟臉 我覺得啊 為什麼 我一個人就是這樣 真的 就拖累大家的後腿 然後當時呢 就每天每天練習 然後終於到樂評了嘛 樂評那天 也不知道是緊張還是什麼的 也可能說練習不夠吧 然後唱著唱著 後面一段rap 就全亂套了 全亂套了 根本不知道在唱什麼 英文發音也沒有 然後咬字也沒有 然後咬字也沒有 然後當時 那個底下還坐著我們的職員 我們的練習生 每一位都坐著 看著我的尷尬 當時真的太丟臉了嘛 而且那個時候呢 因為公司的職員 還一直說我們這個團隊 有可能開除人 我這賊擔心我被開除 然後樂評完之後 我一個人坐在聲樂教室 對著鋼琴 我說我再練習一下吧 但練習著練習著 我又想 我練習幹嘛呢 我這可能要被開了 我會練習幹嘛呢 然後我就這麼想這麼想 還有反正就 自己難受那種事情 因為一方面自己實力不好 又看著自己的哥哥姐姐們 這麼的厲害 我擔心我被自己被開除 但是我被開除之後 我回去幹嘛呢 然後我的親戚都知道 我來一個很大的公司 去當練習生了 然後我都說了 他們都知道 我可能出道 有可能成大明星了 然後呢 就兩個月之後 我又回去了 那可多丟臉了 是不是 反正壓力挺大的 應該像14歲 一個人去韓國 然後我經歷這些 我覺得 挺難的 幸虧 所以 牽制下來 現在能以這樣的一個面貌 去面對大家 這是我 令我難忘的兩個成績 那咱們進下一個環節之前 我們先來聽一首歌吧 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 這個Rap組合 AP High 這是我歌單裡面 有很多他的歌 大家也可以去聽一下 這麥克是準備幹嘛的 也要做到 我沒有意思 海時間 你能不怕 我一直看 我習近一點 想握一下 我來在歌 我再加速 我的天啊 yout i got you by the same nege you go to the end of the day joke me 就我会唱 你们听就行吗 其实为什么喜欢i mean time 因为他们真的是音乐诗人 不仅是他的音乐性来讲 还得更听他的词 非常好 学习嘛 好 OK 咱们进第二个环节 期待吗 今天我们抽到的那些粉丝朋友们会是谁呢 对 这边 今天我们抽到的粉丝朋友们会是谁呢 会有你吗 那我们来揭晓吧 故事18 关于我令我难忘的瞬间观众来信 这些都是我自己挑的 我要说ID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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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位朋友你信你了 ID 我们一个宿舍是10个人 每周六晚上会有一个小时轮流打电话的时间 一个人大概就是5分钟 加上用电话卡拨号 很古早的通过方式 不叫你懂不懂 我懂我懂我懂 初衷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大概就剩三分钟的存料时间 还蛮惨的是不是 为什么说跟你有所联系呢 你在和新龙一天vlog说过 打电话打着就想哭了 但是又不能在爸妈面前哭 打完电话之后 马上就去哭一场 我也是那样的 我们军训特别辛苦 但是一周只能打一次电话 想好好跟爸妈聊天 都是强忍住泪水 不想让他们担心 一挂电话就是嚎啕大哭 每周六晚上整个宿舍都是累啊 然后我家里人每周六 就是不会出门捨自电话 等我一打过去就马上接起来 这个感觉不就是每周末 守着PC微博更新的我吗 罗元弟弟现在真的就是我的快乐源泉之一 为什么之一 因为另外之一 是我那只有一岁半的儿子 我老公控诉我说 我有50%的爱都给了儿子 49%的爱给了罗元 不行啊不行啊 我真的不行不行啊 剩下的是别的东西和它 因为年纪稍长 彩虹屁我是跨不出来的 只有一句 脚踏实地 点滴积累 与你共勉 如果你明年出道 我就去看你 如果你后年出道 你就带着我儿子去看你 好 谢谢这位 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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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位姐姐说呢 一周只有一次打电话给爸妈打电话 也挺多的 也没有和爸妈真正的什么事去通电话 他们就说我从来就是报喜不报忧 只有有喜事的时候才能那么说 我个人怎么说呢 也是我觉得自己和爸妈关系 永远是最深的 他们是我们最深的亲人嘛 有什么困有什么难事有什么心理话 可能和别人说不出来 可能就只能和爸妈一起说 所以我知道还是那句话 对多 多一点时间去陪陪我们的爸妈 谢谢 我说这么多可以吗 我说这么多可以 好 OK 既然 我只有说 生总姐姐姐这一句话吧 我那百分之四十给我 我觉得是真的不行啊 呃 百分之十五都觉得多了 还是 希望你的儿子 是是儿子对吧 呃 好好长大 做他想做的任何事就好 还有 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位姐姐 一位开心城 幸幸幸幸福咯 哈哈哈 第二位 ID 脸颊肉 哈喽妍妍 今天想给你分享我 人生中最难忘 什么鬼 人生中最难忘的瞬间 首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爸 我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从小到大 我都是特别无所谓的一个人 没有主见 没有喜好 甚至高考自然 都是听从身边人的意见 这样面对所有事都无所谓的态度 让我变成了一个 扔进人群里就看不见的小透明 然而在我进入大学的第一年 一切都不一样了 因为我终于在这一年 非常幸运地爱上了我自己的大学专业 然后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成为一名平面设计师 我觉得人能有自己的梦想是很幸运的一件事 而且什么时候去做梦都不晚对吧 意识到自己寡淡的现实和华丽梦想之间的巨大差距之后 我决定考研究生生造 嫌疑了18年的我终于开始努力了 我想你一定懂得梦想给人动力的那种感受 也一定能体会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付出的那种辛苦 再后来当我自己的名词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奖状和证书上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是扔进人群里就看不见了 终于4年后也就是今年的6月 我拿到了梦中情效的研究生offer 我想我目前人生中最难忘的就是在录取结果查询那一篇 看到合格两个字的瞬间 我曾幻想我刚拿到offer的瞬间激动跳起来的样子 然而事实情况是我一直愣在原地 脑海里都是那些挑灯叶足的画面 我想我不仅变粗了 也变得更成熟更强了 马上我就要步入人生的新阶段 继续靠近我的梦想了 希望你能为我加油 我也会一直为你的梦想加油到 我们一起努力吧 加油加油 我其实之前也是一个挺没有主见的人 就是那种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就按照你去做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弦欲翻身这个词 其实没有那么好听 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弦欲之分 可能之前那18年 你就是在为一个机会 你的梦想做准备罢了 你的梦想就是开启你 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钥匙 我觉得 所以说 其实我觉得我和你的那种之内挺向的 我在练习生的时期 就和你见到你认识你的梦想之前 是一个状态 每天就关在练习室里面 然后为自己出道去努力 您呢也是 在梦想来到之前 去做好一切的准备就行了 我觉得 反正 什么呢 既然现在已经拿到了 领目中尽效的研究生offer 那人生以后还有很多坎 以后还有很多的机会 很多的困难去等着你 那我们一起去把客服 一起去攻克下来就行了 加油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是个人生导师呢 那咱们听一下歌 休息一下 就不多说就听就行了 太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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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算 太紧了 那这样就没打算 pod 不许我 太紧了 不许我 我听到五天 你没打算 你在哪里 我 有 真的 我 许我们 你 我 好,我们的第三位幸运观众,爱迪多水灵教者,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这位朋友真的写的时候是文笔蹦发号。 罗小爷,你好呀,如果你能够读到我的故事,那对我来说真的是难得了训练的事情。 我自己是一名医学生,谈起令我最难忘的瞬间,大概是之前我去到一个特殊的右脚机构做志愿者活动。 那里的小孩子们或不或少都有一些智力发育的障碍,有的会突然地大叫或者抗拒我们的接触。 当时老师分给我照顾的是一个小男孩,暂且叫他小猩猩吧。 老师告诉我,小猩猩是难缠导致的智力发育障碍。 十岁了,刚学位穿好自己的衣服鞋子,跟他很乖。 在一众吵闹的小朋友里,他安静就不放歌了吧。 他一众吵闹的小朋友里,他安静也平静地让我牵着他的手。 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牵着小朋友们出去走了一圈。 一路上他都好听话,但在最后快回到幼儿园的时候,他突然扯着我的手,不愿意继续往前走。 也开始发出一些哼哼。 当时我很惊讶也有点惊慌,赶忙蹲下问小猩猩哪里不舒服。 他皱着脸哼哼了一会儿,开口说他想爸爸妈妈了,想妈妈来看我。 我一下子有点说不出话,我只能抱着他,拍拍他的背,擦擦他的眼泪,哄他说,你乖乖的听话,爸爸妈妈很快就会来看你了。 他会一旦说爸爸妈妈很久就没来看过他了,如果他听话,他们是不是就会很快来看他。 我只能一遍一遍哄他,会很快来看你。 当时我鼻子有些酸,我知道我自己是在搪塞他。 我知道我说的都是一些漂亮的大话,但是也只能忍着情绪安慰他。 就是他问我的那一瞬间,我觉得很难过。 他可能10岁了,也只会学会了很少很小的东西。 但他会思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会说想他们来看他,也能感知爱。 虽然他生来与我们来感知的雷达就比大家迟钝许多。 他的父母为了他,其实也在外面很辛苦地工作。 他是爸爸妈妈的宝贝,也是世界的宝贝。 我是资源学医,也经历过越来越多类似的情况后, 我愈加懂得珍惜生命健康。 愈加懂得珍惜生命,珍惜健康。 愈加希望自己日后成为一名好医生, 能够为大家的健康做更多更好的事。 我觉得先为这位朋友鼓掌吧。 医生我觉得一直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就此服伤,给予病人第二次生命。 这位朋友的这次经历呢。 说实话,我其实自己以前可能因为小真的不懂事, 我会很害怕见到这种, 该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些缺陷的朋友。 我自己会很害怕, 但是我现在慢慢长大, 我觉得他们需要的爱, 他们需要更多的爱去爱他们。 因为这个世界给他们关了一扇门, 但我相信也一定会给他们开门窗。 他可能现在十岁, 那时候他可能十岁, 学会了很少的东西, 但我觉得他懂爱, 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爱他, 他知道这位朋友去真正的去关注了他, 去爱护了他。 我觉得我们现代人一些 更应该去给予他们更深的爱。 就是我觉得的。 然后我想对这位朋友说什么呢? 希望你能承担得起你的一生的这份责任, 职责去帮助更多的人, 去让更多的家庭圆满。 这个集业很伟大, 也很辛苦, 我觉得。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分享故事的环节就到此结束了。 以这样的方式能够听到各位大家朋友们的故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希望有下次吧。 然后我们就进下一个环节之前, 我们听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一样的, 跟着唱, 我会跟着唱的。 这是我歌单里面的歌, 就相当于和大家分享一下歌单吧。 原唱歌的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体温环节 我选了十个问题 来 我们好好地揭晓一下秘密吧 第一个ID是罗小言 虽然罗小言总是开开心心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但肯定也会有心情低落的时候吧 会有什么方式来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呢 会有什么方式来消遣呢 首先呢 我肯定不会给我爸妈说了 我用什么方式来呢 一般就是听下歌啊 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安静的待会儿 戴上耳机调到最大 然后呢还有什么方式呢 就睡一觉 睡一觉起来 或者吃顿好的 就没什么事儿了 其实我是那种比较 不会把太多的负面情绪一直压在身上那种人 算是比较乐观吧 但是其实心经济落的时候还是会有 但是我觉得什么呢 人生就是要开开心心的每一天 你开心的过也是一天 你不开心的过也是一天 那为什么我不把开心的一天 好好的充满这一天呢 对吧 第二 ID Let it be me Let it be me OK 假认现在你不是Project C里最大的 那罗言是更喜欢在一个团队里当哥哥 还是当弟弟呢 在韩国的时候 我都是一直当一个弟弟 然后 在 其实在创造营里面我也是一个弟弟 所以说我觉得 两个身份都可以吧 当弟弟 最好 我觉得当弟弟最好 当弟弟为什么呢 不用操这么多心了 不用听那些孩子们闹腾 那我们下一个网友呢 网友 是我们来自ID Windy不喜欢夏天 作为队里的重庆类 你会和文景平是用重庆话交流吗 不会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们之前有一些穿越的队员 但我们从来没有用方言来交流过 一直都是普通话 可能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我们以后都是以普通话为主 说多了重庆话呢 那口音就不知道偏哪去啊 对不对 所以不用不用重庆话交流 下一位 M.C.L.C.卡 能分享一首和你有些许渊源的歌吗 有什么渊源呢 期待 给您听第一首吧 是我在韩国第一次上showcase的一首歌 和我的哥哥们一起做的 大家 记得小乐 第一首去韩国 好像四五个月的时候 就上台表演的这首歌 给你们听一下当时我唱Rap是什么样子 当时我唱Rap和现在完全不一样 我笑死了 OK 这是和我有些许渊源的歌曲 戏 张艺兴前辈的第一次表演 OK 下一位 来自ID WOW2 上次采访全程二级掉线的狗狗 我最近知道的最新的网络语和短视频梗 是什么 最新的网络语 反正那个什么 心疼给我是知道的 就心疼哥哥嘛 还有什么呢 啊 那个什么 勇敢牛牛 不会怕困难 我就知道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为什么有 我还是不知道 还是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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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下一位啊 ID 可能马上要播出的一个物料里面 我会穿着粉丝的裤子 嗯 粉丝的裤子 我喜欢粉丝 ID 再逃小汪 我做一名社恐 想问问你有哪些克服社恐的办法吗 其实 小兽啊 我也算是社恐 就不想 就不敢和别人交流 为什么呢 也没为什么 就是社恐的 问问客服什么社恐 你可以去尝一下跳舞 因为其实是跳舞 才让我克服社恐的 变得更自信更大方 尝一下跳舞吧 OK 那进去下一个问题之间 我们来听一首歌 让我们一起并们 一起跑 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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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可能有點崇拜 You better watch it, watch it, watch it 我們是對極有的野獸 不停地搜尋整夜屋 當明的想起 那刻每當最降明的夜幕 直到整個城市天空 沒有 Realize 我們是十萬里以外 我迫不及待 這時怪們藏起來 I'm a big straight on the out, yeah A bitch, you're perfect,我們就是... OK 下一位 ID,喬碩, TTLH 和PC的弟弟們相處了這麼久 感情應該很深 除了弟弟們有時候的小調皮,小搗蛋 相處的時候有什麼事 令你特別難忘,特別感動呢? 其實是在我的印象 我就覺得 咱們PC的弟弟們還是 挺直男的 那次吧,就是 有時候也是我生病 好像發燒 三十八,九度 然後呢 那天也是挺早的 還沒到六點吧 就是 西捷就爬起床來 給我測體溫啊,什麼的 這件小小的事 挺感動的,其實 但是我是不會給她說 我挺感動的 好,反正還是弟弟們還是挺懂事的 有時候吧 有時候挺懂事的 雖然平時調皮搗蛋 但我覺得正經事的時候還是挺當得起的 我們 OK 下一位 ID 花道長 請問羅燕蒂里有嘗試過自己下廚嗎? 成果如何? 之前在韓國的時候 我和傅傑在的時候 就是 我做飯 他喜歡 就是我們宿舍的伙食 都是我包的 好吧 好 因爲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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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我自己想做來吃吧 比如說有時候在韓國想吃點中國菜 就上某視頻網站上觀看一下教程 然後自己買來材料自己去做 既然味道挺好的 你們想試試嗎? 有機會再試吧 我自己也會下廚 我自己會做菜的 自己會做飯的 重慶好男人 我也 夏宇維 今天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ID 胡椒博士天下第一 想問問羅燕在韓國 有沒有因為言語普通而鬧小窩龍的尷尬瞬間鴨 這個 就太多了 太多了 我就說我記憶最深刻的一次 我們不是樂屏嗎? 我在上面唱歌 然後下面做著 林生做著職員 然後 當時我唱了 習慣了 習慣了太少了 當時我唱完歌之後 就不是要給我們評價嗎? 然後那位吉人就說 Hebo 因為什麼韓語呢 分為頻語和敬語 Hebo是非敬語 就是頻語嘛 就是那種長輩 對學生 對晚輩才能說的那些話 當時我聽不懂 Hebo是什麼意思 我就說一句 他說Hebo 這什麼意思呢 就說坐一下 然後 坐 這這段感覺 反正就是非常不尊敬長輩的那種感覺 Hebo Hebo 我應該說 我應該怎麼說呢 我現在應該怎麼說呢 他應該說Hebo 我應該說內 好的意思 但我就是 你讓我唱一下的那種感覺 所以當時 直接 所有的那些同學 所有的那些職員 就 一臉疑惑 然後開始大笑 韓語不懂嘛 反正就很尷尬 比如說 你衝我來說一句 你坐一下 坐啊 就這種感覺 OK 歡樂的時光 總是這麼短暫 然後 羅原今天的電台 就到此結束了 很開心 能和你們 在此刻相遇 下一期的DJ 是我們擇心 主題那會在海報裡面公佈 PC入坑大挑戰 拉近你我的距離 練習生出逃 DJ上見 請聽你們的故事 我的心 FM 網網電台 今天辛苦了 明天要加油 明天要加油 漫長羅法要走 我 終於 走到明明晴天 星星 煥 赴若氣 將紅日發放金箭 我伴你 往一笑 從你 輕 輕叫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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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